太极拳起源一般有三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是太极拳起源于成家沟 这是中国官方认定的太极拳起源 2007年8月21日 中国国家体育总局认定了中国太极拳的发源地是 荷兰交座成家沟 第二种说法是武当张三丰 请注意啊 在文献上张三丰的丰是三丰的丰 而不是丰收的丰 这也是目前除了成家沟以外 所有太极拳门派所尊重的祖师爷 1700年成书的历代神仙通鉴 曾经记载过张三丰对沈万三说的话 他说颜又年零已六十七 心命惶惶 信天明宁 初入中南 基于火龙先生 乃图兰老祖高地 与贵而问道 所以张三丰的师承关系 就是沉船老祖到火龙先生 然后再到张三丰 第三种说法呢 说是太极拳来源于王忠岳的太极拳论 这是一经为止 首次提及要用鹰化羊 以若克强的武术方法论 所以取名为太极拳 现在百度百科商说 他是明朝万里年间的人 但是根据青史稿的记载 这本书是在武士太极拳的开创者 吴宇湘的外甥 李毅色1867年所著的太极拳小续中才首次提到 所以我更倾向于王忠岳是清朝人而非是明朝人 但是无论起源于谁 太极拳真正开始有名 其实在清末 不仅仅是太极拳 中国大部分的传统武术的门派都出现在清朝末期 这就有了一个问题 清朝末期正是中国落后挨打的时候 为什么在中国武力强盛的秦汉堂 没有传武门派的诞生 在史书上明确记载有实战获胜的明朝抗户期间 也没有这些武术门派的诞生 偏偏到了国家积弱的清末 这些武术门派就像交了大份的庄稼一样 一茬一茬的全出来 说到这里顺便说一句 抗窝名将于大游就曾经说过 少林寺的功夫都是花架子 今天先不说其他门派 就仔细说说太极拳吧 太极拳和其他门派不一样的是 他的开山组织也特别多 大家都看过曾志丹的电影夜问吧 夜问每次跟人交手的时候都会说上一句 永春夜问师臣陈华顺 不仅仅是永春是这样 大部分的门派也都是这样 比如现在少林寺就是说 这是少林寺的武神士某某 而唯独奇怪的就是太极拳 他们都说是跟陈家沟后人学的拳 但学成出来之后就马上开宗立派 什么杨士太极孙士太极吴士太极 成出不穷 这个比较像传销啊 个个都是老师 近代太极拳呢 有两个神一样的人物 一个是杨无敌杨怒禅 一个是武圣 孙怒唐 先说说号称杨无敌的杨怒禅吧 首先杨怒禅说他打遍北京无敌手 但是没有任何记载准确的时间地点人物的文献来说 他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打败了累位武术高手 这种没有任何记录的路边传说 可行度不会比赛天方的评书高 再根据杨怒禅士世孙杨正极所写的 杨士太极拳的起源和发展一书 说杨怒禅进京以后在王府交权 可是杨正极先生并没有明说 杨怒禅究竟是在哪个王府交权 我只好去查查其他资料 我发现很多资料都说杨怒禅是在端王府交权 还被端王府 任命为齐银教官 教授八旗士兵的太极拳 可是杨怒禅1865年进京的时候 端王府正好处在清皇不接的阶段 老端王也就是敏君王 1850年就已经挂了 宰姨是1860年才过继到端王府 当时九岁 就算杨怒禅真的当了宰姨的体育老师 可是宰姨当时只是一个空头贝勒 根本管不了齐银 一个九岁的空头贝勒 怎么可能往旗里面插人 说完了这位杨无敌 咱们再来说说这位所谓的武圣孙怒唐吧 互联网上流传他最露脸的一件事 大概就是他比武战胜的所谓 日本天皇亲定的第一国手 大政天皇特级勋章获得者版横一雄 我很负责任的说除了中国互联网以外 我没有查到任何关于这个版横一雄的资料 另外日本大政时代也没有什么大政天皇特级勋章 这么一个勋章 在二战前日本大政时代的最高勋章是大勋卫菊花章 警示 应该是类似于一个项链的东西吧 二战以后 这个勋章一般就只授予国家元首了 比如说伊丽莎白二世 还有美国的前总统艾森豪威尔 而且在二战前 这个勋章的获得者名单里面 是绝对没有版横一雄这个人的 这个孙先生的其他比武世纪 也大多跟这位版横一雄相似 除了中文互联网 里面能找到之外 在所有的什么日文英文的网站里面 是永远查不到这些资料的 就像1870年代 黑习军在越南号称击毙了法国父 抗日战争时期游击队声称击毙 深情天荒的侄子外省好几个 这都是吹牛逼的 至于这些武术家后人的口述 吹的成分就更多了 80年代 家父曾经拜访过一位名家 那位拿出一位黄马褂 说他家祖上是奇人 给王府当侍卫 有一次被接到宫里站班 就发了件黄马褂给他穿着 因为那时候已经是宣统朝了 就没有再追回 他家祖上就把这件东西当成传销宝 后面到了90年代 杂志在去采访那位后人的时候 他的口述就变成了 这位名家的祖上 是御前带刀侍卫 所以这些所谓的 清末的太极大师啊 武圣啊 大多都是传销型的骗子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清朝对武举的待遇 是非常优厚的 可以说比前朝所有的朝代 都比较优厚 大家都看过 《让子弹飞》这部电影吧 在里面平民遇见了五举人 是要磕头的 中了五举 就算不能当官 也最起码成为地方士绅的一员 享受什么免税啊 之类的特权 在当时的北直立地区 不少民间的民间权师 也通过五举 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不但光中要主 还完成了阶级的跨越 然而我们今天 耳熟能像的这些 清末太极高手 比如说杨露禅 孙露堂等等 尽管今天不少文章 把他们吹捧的天花乱坠 但是事实就是 这些所谓的太极大师 别说去考武进 是五举人了 甚至连五举都没有参加过 大家不觉得很奇怪吗 然后今天的太极后人们 把杨露禅孙露堂 这两人吹嘘的神乎其神 什么孙露堂 述都赖利不去马匹啊 杨露禅打遍 精神无敌手啊 可他们宁愿去跑江湖卖艺 宁愿去给达官贵人交拳 也不愈考武举 完成这种阶级跨越 是这些太极大师们 都淡薄名利吗 可是如果他们真的淡薄名利 又为什么总以自己 是某王府 某相府的拳法 教练为荣呢 这完全是说不通的吧 到了现在 由于影音手段的出现和普及 我们现在就能看到 大级大师们 在擂台上大打王八拳啊 什么香港太极大师 被太拳打到人格分裂啊 雷雷马宝国被人几秒KO啊 太极大师王战海 王战军受闪打 运动员撑门面啊 之类的东西 这些东西大家都能看得见 就不用详细去说了吧 至于他们还把国人给了新中国 说新中国成立以后限制了格斗搏击 让他们成了花架子 可事实是 1949年又没解放香港 你香港太极的发展也能带到中国吗 所以 太极拳从他创立起 就是一个传销型的拳种 没有任何的实战战力 无论是擂台的还是战场的都没有 他们的主要目的就是靠吹嘘 和达官对贵人之间的关系 来吸引大量的学习者 以获得更高的经济利益 以前吹嘘的是某王府的权师 到了现在就是吹嘘 我跟马云这样的富豪有关系 你看 富豪达官贵人都跟着我学 你说 这个权能没用吗 这就是他跟其他传统门派 不一样的地方 其他的传武门派呢 没有这种传销手段 就是傻乎乎的授徒嘛 所以其他少数的传武门派 还是有一点实战的东西在里面的 毕竟他们收的徒弟 参差不齐 没点实战能力 可能连 自己武馆的牌子都被人拆了 太极就没有这方面的烦恼嘛 我抱着富豪权贵的大腿 你能奈我何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吧 欢迎大家 订阅我的频道